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你要懂 愣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 共同学习 好 诸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懂论言一千日 第一百九十五日 要开始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傅罗纳他提的第四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是延续前面的一些讨论 傅罗纳他就说 我与如来 保绝圆明 真妙尽心 无二圆满 而我习遭无始妄想 久在轮回 经得甚甚 犹未究竟 世尊诸望一切圆灭 独妙珍藏 他说啊 就一路听来呢 我跟如来 的确是保绝圆明 因为昨天呢 佛陀有讲啊 就是你啦 都没有好好的珍惜 你本来有的 保明妙性 我们跟佛陀没有差别 但是如来 起心动念都是神通妙用 如我暗指海映发光 就是这个佛陀是海映三昧 他按一只手指头呢 都已经有无量的妙用 因为这个心很好用 但是呢 众生就是谁样 一起心动念就是 成劳 就是障碍 那现在啊 就是 佛陀那 他听到了之后 就 是哦是哦 我跟如来 的确是一样的 都具有保绝圆明 真妙尽心 这 我跟佛 两个呢 是没有差别 叫做无二 不是你是高高在上 我是很卑下 没有 是平等的 平等什么 在圆满的这个境界上是平等 我跟佛一样两个都是平等 你是佛 我也是佛 可是问题是 事实是如何 事实上是 佛陀的确很圆满 但是我们呢 虽然号称跟佛陀一样圆满 但是就出了一个事故 所以他自己去想说 这到底中间差了什么 问题到底差了什么 他就自己啊 就归纳出一个 现在的结论 就是 而我 我呢 明明就跟佛陀一样 是圆满的哦 可是呢 就遭到一个 突发事故 什么叫 突发事故 就是 习遭 无始妄想 久再轮回 我们看到这一段 就可以看到 他正在推 推什么 在想说 到底哪一个环节出错 而让自己啊 变得本来跟佛一样 结果变得完全不一样 就是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所以他自己想 一定是某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要把它找出来 这也就是他这一次的问题 的衍生 因为他就自己想 我跟佛陀来比较 我跟佛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多了妄想跟执着 在佛经里面呢 佛陀曾经讲 其灾其灾 一切众生皆有 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证得 就是那这两个 妄想跟执着 这两个是我们跟佛陀不一样的 我们比佛陀还要多 就是不是没有 是多了什么东西 那他过去啊 就是啊 无始妄想 可是因为呢 他已经是一个圣人了 他是阿罗汉 经得圣圣 但是虽然是阿罗汉 但是还没有通达佛的境界 叫做游位就近 那我的问题是这个啊 就是我的那个无始妄想呢 导致我久在轮回 我一直在轮回 一直在轮回 一直在轮回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啊现在呢 学佛了才知道 哦可以不要轮回 我已经证到阿罗汉 确定可以不用轮回 对不对 可是我就很想了解 那以前到底是怎么搞的 为什么会弄成轮回呢 啊 如果我们本来是佛 应该就一直是佛 佛佛佛佛佛到现在 结果不是本来是佛 结果突然 啊遭了一个变故 啊就是遭逢了一个变故 遇到了一件突发事件 这个突发事件 他现在认为是无始妄想 这个妄想是怎么来 就无始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有了这个妄想 而导致一直在轮回 我们想想看 哎上辈子大家是不是轮回 啊是吗 那上上辈子是不是轮回 那再上上辈子是不是轮回 那请问从什么时候开始轮回 如果往前一直推推推 上辈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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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在轮回对不对 可是佛陀讲 我们本来是佛 那如果是这样是不是 有某一个状态 某一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就突然转换成轮回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所以他现在的自己去回想 因为跟佛一样嘛 可是佛呢 他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讲 世尊诸妄一切圆灭 独妙珍藏 他特别讲啊 佛陀他就没有这个妄想 诸妄嘛 所有的妄想呢 他都是灭的 而且灭的很彻底 他根本就没有 所以他的心呢 叫独妙珍藏 他修行的境界就是独妙珍藏 那我们跟佛差别 就是那个妄想 所以他就要问 他要问哦 现在要问什么 来各位 他就要问这个 他说敢问如来 的确呢 的确也是这样 敢问如来 到底 我们 两个 明明是一样的 到底我出了什么问题 他说 一切众生何因有望 自必妙明受此伦逆 自费武功 对不对 我们跟佛陀啊 明明两个是一样的啊 都是圆满的 都是绝世高手 可是到底呢 我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我还不知道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虽然我已经没有这个旺的结果 旺想的结果叫做轮回嘛 我已经除了这个旺 这个结果已经不再轮回了 他是阿罗汉他不再轮回 可是我对于当初那个原因 那个妄想从哪里来 我就没有办法看得那么清楚 我就发现这个部分是我的无名 阿罗汉的确是还有无名或 所以呢 有这个妄想的之后啊 他就蒙蔽了妙明 自闭妙明 自己呢 就蒙蔽了自己的清静心 而受此伦逆 就被伦陷了嘛 伦就是 伦陷 就陷入一个困局 然后就像溺水一样 溺水溺在哪里 溺在这个轮回当中 各位 你害不怕怕轮回 虽然害怕 可是你有办法解决轮回吗 有吗 没有办法 好像人生就没办法对不对 好那你既又害怕他 可是又不能够制止他 然后呢 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 即将进入轮回 好 你你不能 你没有办法说 我从此就是阿罗汉 我不会再轮回 没有嘛 现在就是 是阿罗汉吗 不是嘛 对不对 好那各位 那你会不会轮回 如果以现在的各位的话 如果明天就往生 你会不会轮回 确定会嘛 所以明天不可以往生知道吗 在还没有修到成功的 找到那个原因之前 不可以 因为还没有 明天有答案 今天没有答案 今天只有问问题 那你看我们 其实是不是都有一样的问题 各位有没有 跟那个妇容纳有一样的问题 奇怪啊 我明明就是佛 那到底哪一根筋 哪一根 哪一个地方关掉 就是已经 就突然之间出了一个trouble 有一个bug 然后那个bug呢 就 就让我们自己突然就变众生 是不是 那我如果找到那个原因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解决掉 好各位 那你觉得你的答案会是什么 各位 你有这样子的问题吗 有没有这个问题 完全没有怀疑 完全没有怀疑 说我就是确定要轮回 我根本就是没有原因 是谁把我推下来的 我根本就是不感兴趣 是这样吗 一定不可以这样吗 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问题 我们来回头看哦 妇容纳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世间那一切是 清净本然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世界是 不清净的 有没有 娑婆世界 然后呢 一切的众生都在轮回 然后也有很多的灾难 我看到的世界是这样 那为什么你说 这是清净的心 产生的现象 那结果呢 佛陀就讲了一个什么 就是性觉必明 妄为明觉 就有个妄那个字 对不对 好那 那既然这样子呢 就会衍生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那既然呢 清净本然 可是 还会有妄 那是不是表示 如来 是清净的 他还会有妄 这是未来嘛 对不对 那因为以后呢 我如果正到如来 那我如果又 又去轮回了怎么办 这是第二个问题嘛 那结果是什么 是不会嘛 因为如木成灰 那如这个金矿 成金 如那个迷人已经找到 找到方向 就是不会再回复 你当成佛了之后 就不会再轮回了嘛 好 那第三个问题是 那既然这样子呢 既然这两个都是 都是否定嘛 就是已经很清楚了嘛 那现在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这个 那是说请问 那众生为什么会有妄想 我们也想要像佛这样啊 一直都不会当众生啊 那我们 请问本人 为什么要当众生 就是 你连自己 什么当众生 都不知道 对不对 有吗 有疑惑吗 你有疑惑吗 你没有疑惑 非常非常确定的是 我就是 就该当众生这样啊 是 所以其实一定 在某一个地方 是出了问题啦 好 那看看呢 大家 对于这个第三个问题 那你说 师父明明就是第四个 第四个是那个五大圆融 那是回答的时候 其实他在讲 这个五大圆融的时候呢 哎 富罗那呢 他其实就一直还在想 那前面那个问题 讨论完 还有这个问题 又衍生了这个问题 所以他延续的是 众生何因有望 那如来 他不会再当众生 那众生为什么会当众生 这样 好 所以各位 来 看看呢 我们这一组 有没有什么分享 或者是提问 阿弥陀佛师父好 我是静怡 我有个问题 想要请问师父 就这边讲的 一切众生何因 有望的望 那个望跟无名 是同一件事情吗 如果它不是同一件事情 那是先有无名 后有望 还是先有望 后有无名 那如果是同一件事情 的话 那既然望是没有原因的 是不是也表示 无名也是没有原因的 那因为十二因缘 是从无名开始的 所以十二因缘的开启 最初是不是也应该是没有原因的 感恩师父 直接开始 应该会有原因 只是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所以叫做无名 无名的定义叫做不知道原因 不清楚 不明白 我不明白 所以叫做无名 而不是有一个东西 存在 它叫做无名 无名不是一个 就是一个物件 就是它本来就在那个地方 然后它把我们蒙住 不是 是我们不清楚 自己的心 不清楚这件事情 就是无名 所以无名即是望 望即是无名 望是假的 无名也是假的 所以它即使是没有原因 它也不是真的 它不是本来就存在 或者是它应该是一个什么 可怕的敌人 其实不是 那在起心论里面所定义的无名 它讲真如不守自信 你的心是真如 你的本性是什么 是真如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安住在真如 就不真 不真就是望 如就不动 那不动呢 我们又没有办法 不如 没有办法如 就不如 不如就是动 一动呢 就产生了望 所以无名是什么 无名望动 无名就是一个生灭的现象 那望就是无名 无名就是望 只是妄想 有很多种层次 如果我们要就一个妄想的形成 妄想就有很多层次 在大圣启兴论里面讲三系六出 有细的妄想 叫无名夜相 能见相 近界相 有出的妄想 就是贪诚痴慢疑 那这都是妄想 我的我见也是妄想 所以你要讲妄想的话就是 虚妄的想 虚妄的生灭心都是妄想 那就有出的啊 有时候我们会怎样 我的未来不是梦 每天在做白日梦 也是一个大妄想 我以后会变很有名怎么办 这样我签名会很酸 就是也是一个妄想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我以后呢 接受采访的时候 得奖的时候 我要制什么词 就是一个妄想 还有呢 很大的妄想就是 那修行呢 如果没有成佛 变众生怎么办 这样 就觉得很丢脸 没成功怎么办 这也是妄想 是不是那最严重最远动的妄想 就是轮回这件事情 我们竟然理所当然的觉得 自己就应该要继续轮回 这是不是大妄想 而不去想我们本来是佛这样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妄想 然后还一直怀疑说 佛陀你说人人都是 都是佛 那为什么我就不是佛 表示呢 你说的不是对的 是不是还要推翻 不相信佛所说的 因为事实上我们就是 一直肯定自己的妄想 那现在呢 富罗那他是可以问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解决了最大的妄想 他没有轮回了 可是呢 他还是没有发现 那个违系的到底是到哪里 就是那个源头到底是从哪里开始 他就在问那个违系的因 原因呢 那我们明天呢就会谈到 佛罗其实也没有明确的定义了无名 他用一个辟语来回答这件事情 好 好来各位 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师傅好 我是月婷 我有一个小分享 可是也是自己一个小疑问这样子 就是最近都是在谈富罗那的问题嘛 谈我们众生有望 然后又有轮回 那我就想到啊 就是像以我们的人生经验来讲 如果我们生养小孩啊 第一次生小孩没经验 可是就是长辈就说 反正多生几个经验就丰富了嘛 然后又有长辈同辈啊 可以互相学习分享 可是呢 讲到后世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都会忌讳 就算是有人提 就说啊 你今天分享一下 你爸妈往后世怎么办的啊 可是因为大家的想法不同 甚至连自己兄弟姐妹 也会因为长辈后世要怎么办 都可以炒翻天 那我最近就有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妈妈 很早就往生了 不过他还他在往生前 他就有交代他要树葬 那我们当时就顺了他的心愿 那其实树葬其实也也蛮好的 就是这么多年来 我就发现说 妈妈从来也没有在梦里面 骂我念我说什么 啊没有烧金箱给我 没有什么天天来拜我 什么都没有 然后总觉得就是 每一次去做法事 回向给妈妈的时候 都觉得妈妈非常的庄严 然后也过得非常的好 这样子 那现在爸爸还在啊 然后爸爸的观念 就非常的传统 那因为从小家里就是 只有女儿没有儿子 那他很小就说 要大堂哥来 就是过季到我们家 然后希望他百年之后 为他庞盗 那可是毕竟大堂哥还是别人的儿子嘛 所以这个愿望就很早就落空了 那直到我结婚的时候 他跟我公婆 第一次见面就跟他说 我女儿啊 以后要多生几个儿子 然后呢 生个儿子 要来过季我们家 要信我们那个妈妈的信 这样子 那以后呢 就是后世什么的都会 会有人帮他办这样子 那现在爸爸年纪越来越大 已经七十多岁了 为了自己的后世啊 其实心心念念 每次见到我们姐妹 见一个念一个 见一个念一个 那他每次看到我都说 他希望自己好好走啊 然后晚上睡觉 然后就不要醒来了 就走了这样子 可是呢 他又担心他走了之后 没有人帮他办 办后事 没有照他的心愿 又把自己的后事也交代了 他说他不要进宗旨 要跟妈妈一样树葬 然后又跟他在一起 然后甚至说家里有那个 拜祖先的香炉 他都找好宫庙 说在他往生之后一年 然后要我们去登记 然后把香炉移到那边去 请那边的人要为他送金 那有时候想一想啊 父亲也是年纪很大了 是不是年纪越来越大 就会越来越担心自己不好 没办法好走 可是他自己也会 在家里就是抄金 然后抄了很多金 抄一抄呢 就把这些金拿去土地工 那边去化掉这样子 也是希望说能让自己 就是因为有写金的功德 可以好好走 可是呢 很好玩的是 我每次跟他说 那你去化的时候啊 你要好好做回向 然后要念什么念什么念什么 他就说 那你那都是迷信 我才不相信你 对 就是女儿讲的都不是 可是别人跟他讲的都是这样子 可是现在就是真的年纪越来越大了 然后父亲对于自己的后世 也还有那个祖先的香炉 真的就像紧箍咒一样 时不时就要拿出来交代一番 然后就觉得自己还蛮累的 然后也会在想说 到底要怎么样顺他的心意 让他觉得 就是现在真的就是多诵经 多回向 然后希望父亲就是真的 他能够好好的摆棉这样子 就是现在身体健康 然后摆棉了之后也能顺顺利利的离开 然后也顺他的心意做后事 可是在祭拜祖先的这一块 我们姐妹们其实又觉得 也许他要想好这样子 就是交代给宫庙拜 也是一个方式 然后只是总觉得他 虽然是说交代好宫庙拜 只是心里面还是会觉得说 自家人都没有人去跟他拜 就是隐含的抑郁 其实是在这边这样子 所以就常为了这件事情 都不太敢回家 对 这就是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分享 就是对于长辈的后事 要让他怎么样能够圆满 感恩师傅 其实你爸爸算很健康 一直不断的谈 而且安排的很好 然后他也自己修功德 他那个功德是他的很清楚 那其实这可以很健康的谈的话 没有男丁 那女儿当女儿子也可以 只是可以倒是可以说 反正我们每一个大众 就是非常放心的让爸爸说 我们一定会满你的愿 那他会不太能确认 再确认 那就是大家都可以了解 已经算很健康了 因为有的是连提都不可以提 然后他就到处去讲给别人听 然后还哭 还觉得说这孩子都不孝 都没有生儿子 什么孙子 但是其实是算是很健康 而且他还说他要跟同一棵树 这是也不错 那我想他应该是有受到母亲的影响 因为妈妈很健康 也学的 就是对于这个生死大事是一个很健康的心态 来面对这件事情 那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 这叫圣中追缘的传承 家里面的长辈 他可以这样子的去交代 或者是期待或委托 其实他是对子孙有一种信任 才会每次都提 而且现在来看 不是为之甚早 趁现在还健康的时候 就讲清楚 那讲清楚就问说 那爸爸你觉得怎样可以最放心 就是我们会帮忙完成的 完成这件事 那即使是在宗祠 那我们还是会每年都会去 就像为妈妈做佛事这样子 那这件事情 其实他看在眼里 他会看到 各位你怎么去对待长辈 那妈妈是这样对待 那想当然而 爸爸也是会这样子 他就会比较放心 但是老人家他会有焦虑 这是很正常的 已经很勇敢了 所以就要常常让 让爸爸觉得说 他讲这件事情 他不是一种 虽然我们可以听得出 他有某一些期待 或者是一种怨 或者是有一种牢骚 但是他总是 已经很不错的去安排了 他也希望说不要造成子孙后代的负担 那对于长辈呢 就是我们就是无条件的一种感念 因为的确他就是唯一现在剩下来的家里面的长辈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切割 也没有办法逃避 那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圆满 这件事情如果大家都有共识 其实就是很圆满 那即使没有共识 我们也可以尽我们自己身为子女的圆满 我常常在讲啊 我们很多时候在父母亲生的时候呢 为了效仰的事情就轮流住 那有时候轮流住 他也不见得是圆满的 你要把自己当成我是唯一的孩子 不是我们有五个 我为什么你就分那么少 我就分那么多 那如果五个呢 要把爱分成五个等份 其实对父母亲来讲 他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找到圆满 所以五个要当成五份力量 甚至于呢 自己啊 把他当成不是五分之一的爱 而是五个就是五个很很殊胜的力量 然后自己是唯一的那一个 我希望能够全心全意的去回敬 乃至于报恩 那这样子呢 即使你实际上没有做到那么多 你的心念上是圆满的 那父母亲的接受也会感受到 你的心是这样 不是计较的心 那同样的呢 其实兄弟姐妹如果还可以谈得上话 还可以互相商量 我们就分享自己的心得 那这样子的学佛啊 就会很让自己世间的这个情分情缘 是在一个更圆满的状态 爱没有太没有少的问题 没有尽义务的问题 就是越多越好 我们的关心就是越多越好 关心到很多说 对方还是会觉得 嗯你是很赞很重视他 那不要因为呢 哎呀爸爸每次都这样子提 然后自己就不敢回去 那他可能心里面会 还是会记着 记着说 哎好像他不知道你是在逃避 这件事 他会觉得你好像 不是很关心他 所以希望呢 大众能够很健康的 面对这件事 我们有一天 我们自己也要面对啊 每天都是一个生死 那每天呢都是死即是生 生即是死 所以希望呢 大家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每一个人都会面临 我们在面对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用一个很欢喜的心来面对 那顺带一提呢 上一次有一个居士啊 他在十年前 他就认识了师父啊 然后呢这一段时间以来 他也一直就就这常常会讲啊 因为他小时候呢 被算命的算好了 他们全家都有一个八字簿啊 然后那个上面的那个流年啊 就说他这三年会往生 所以他就一直心里面呢 就有点挂碍说 哎呀到底我到时候往生的时候 到底是谁会来送我呢 是哪个法师会来送我呢 结果没想到呢 竟然就是在那个时刻啊 哎十年没有联络的 的居士啊 竟然就刚好就是师父去送他 最后一个回向 然后我就跟他开示啊 我说你看 十年前所结的缘啊 在十年后就在这个时刻 怎么那么神奇啊 那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愿力 你但凡呢 你心里面想要有法师来带着大家 或者是在佛法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信仰 那你一定是所愿必称 菩萨是很慈悲的 但是你要发讯息出去 你不要说 没关系啦 菩萨很忙 师父一定很忙 你自己预设立场你活该 因为往生的人最大啊 你什么事情都可以说 下次请问往生有办法下次吗 比较有空等师父有空再来说 这是黄金时间是很重要的 所以希望呢 大家在这个生死的事情上 不要有那种自己自以为是的预设立场 好